人人都說香港只是金融地產 但你又知道香港經常拿發明獎 只是2018年 在日內瓦都拿了百多個 還贏了全場總冠軍 難道又到處跟別人說嗎 告訴你就不輕香了 讓你發現才夠酷 你不怕餅髒了,沒有廁紙 沒有?也沒有 媽媽 廁所喊,甚麼事 廁所裡沒事吧 我現在進來幫忙 小姐,你沒事嗎 不好意思,因為我有點結痞 但是我又不想碰到門柄 剛巧你又沒有廁紙 我請,這個門柄是自動消毒 很乾淨的 是 自動消毒? 是呀 怕骯髒,用紙巾包著門柄來開門 李日幕啟發了四年前 還在讀中四中五的Simon和Michael 研發出自結門柄 當年,他們勇奪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金獎 成為星之子 現在這個發明品已經應用在社會 最重要是自結門柄 就是你們四年前的得獎發明 現在你們已經在讀大學 亦開了公司 自結門柄在社會上已經有應用了 用在哪裡 用在小學的體育室和廁所上 因為最主要是小學 經常爆發手足口柄 所以其實我這個自結門柄 就是在門柄上… 因為始終很多同學會開門 出入,會接觸到 所以我們這個自結門柄 希望可以減低傳染病傳播 接下來我們這個自結門柄 都會在商場上使用 其實這個自結門柄 它的原理是怎樣 怎樣可以做到自行殺菌 我們在一枝透明門柄上 塗了一層納米塗層 這層納米塗層 在光照下有良好的消毒效果 我們在門柄 無端加上一顆UV LED燈 這盞燈在發光時 就可以激活門柄上的納米塗層 去做殺菌 而我們的電力從哪裡來 就是當開門的時候 這個動力會帶動發電機去旋轉 得出一個電力後 就會放上一個LED燈去做發電 那塗層需要一段時間後 再補上去嗎 其實需要的 因為沒有一種納米塗層 是不會掉的 這個納米塗層 就用了一些化學方法做上去 其實正常使用的話 可以用上幾年也沒問題 其實認識自見門柄應該從舊學生開始 我們有一個學生叫李劍邦 他2009年畢業 去年我們學校設立一個歷史發展廊 其中李劍邦的成就是我們肯定的 當時我們初初想將自見門柄做一個模型 在學校的剪斑展示出來 但我再想一想 其實這個自見門柄是一個真的有用 尤其是在衛生方面 是一個很實用的物品 後來我們把心一橫想 不要做這個模型 直接就裝在學校有需要的地方 我們就裝上去 所以當時就用了自見門柄 但當然,學校事實上 當自見門柄就真的衛生了 加上省了一些員工清潔的時間 就算是一個很實用的 Simon和Michael 憑自見門柄 贏過很多學生發明獎 現在他們踏上了創業之路 繼續參加不同的創業比賽 繼續成為比賽贏家 例如他們最近在全球的電梯舞頭大賽 贏了新一代科技組別大獎 得到一萬元美金的創業獎金 他們的成功 告訴大家學生的發明一樣有出路 當初是甚麼原因 令你們決心創業 發展自見門柄的生意 我覺得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我跟Michael 去到外國比賽 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他們希望他能在市場 看到我們的產品 而且能賣得到 還有第二個原因 就是我們表達後 他們發電郵告訴我們 他們想跟我們合作 做生意 賣賣我們的商品 所以我們申請了95萬 有些政府的資金 去開始我們的創業計劃 目前你們的公司發展成怎樣 有多少人一起參與 我們現在公司總共有五個人 我們接下來的首要是 把自己的門柄推出市場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 差不多生產的階段 未來發展 我們希望應用我們的塗層技術 去應用在不同的產品上 那你們有沒有想過 原來你們的發明品 可能真的會幫你們賺到很多錢 對,雖然說發明可以賺錢 但我們做作發明家 也希望可以幫到人 其實就算我們公司不虧錢 已經很足夠 對 這兩位聖姿子 是來自中華基督教會 譚美麗芬紀念中學 也就是香港首位聖姿子 陳奕熙的學弟 他們年紀輕輕就有這麼大的成就 其實在奮鬥的過程當中 遇到不少障礙 我們是Michael和Simon 中學的設計科技老師 同時也是他們倆創生科技隊的顧問 由中學的時候 已經帶著他們去做科研 他們很勤力 除了做科研之後 他們經常都會溫習 都會在科技室內溫習 特別是Simon 他就更加用多時間溫習 因為他本身有讀寫障礙 讀中文大學的Simon 自小就有讀寫障礙 小學的時候 家人還一度擔心他致力有問題 轉過很多間學校 直到中學 他得到幾位老師的幫助 終於克服了讀寫障礙 我本身英文的底子是比較弱的 尤其是串字 基本上我中一、二的時候 我只懂得很基本的英文 例如Apple、Boy、Girl、Pen 而我升到高中 意識到公開試就慢慢逼近 我也知道如果要考入自己心儀的大學 需要在英文科方面達到一定程度的水平 那段時間我開始害怕 所以找了學校的學習支援組老師 去遇到遇到你的英文 他們也很好 推介了我有很多方法 首先把電話中的語言 轉換成英文 一個很印象深刻的就是 老師要求我跟他註冊訊息時 要全部用英文,而不是用中文 當我的文章不適合時 老師不會回應我 直至我遇到我的文章 他才會回覆我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對於我透過生活中學習英文 當年Simon為了考入大學 在學校要求留班 打好英文基礎 他還跟老師說 做人最重要是有目標 他的目標就是讀大學 這麼有上進心 老師當然是全力幫助他 他們兩位都很熱衷科研 因為你做科研 小分辨也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也要看很多科研的文章 我想這件事對他們來說 也相當困難 因為他們本身英文不太好 所以他們用了很多時間去看 特別是Simon 我記得他要查很多字典 因為他在英文查到 最初寫到一整晚 都有很多中文的解釋 慢慢就越來越少 學校也知道他有這個困難 學校也有特在不需要的委員會 在不同時間也會支援他 看到他的成績 英文成績也會不斷進步 我知道Simon你有提過 說自己的英文不太好 比較訊息 但你們比賽要去到外國 看到很多外國人 對 也要做很多表演 那你當時是怎樣分工 其實我跟Michael 每人都會負責… 在表演上每人都會負責一部分 我們當時會在晚上苦練英文 跟老師一起去量度稿 也會做到很晚 有時候會通宵去量度稿 最終我們都很順利地 可以跟外國評判對答 解釋給他聽我們的患病是怎樣運作 其實你們兩個的故事 我覺得是很勵志的 因為你們小時候定了一個目標 也真的下了苦工 讀到自己的新年大學 也可以做到創業 其實去香港 很多人都說創業是不容易的 所以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接下來可以有更多的產品 可以幫助我們香港的社會 謝謝你們 謝謝 讓我們吃吃吃吃看 我們愛用自己的食物 ťaz奶 untuk lifespan 如果是ämä 不 Greno 是,我支撩著 蜂蜂蜢 但有很多人都忽略了貓隻的遺傳病 有獸醫子,不少貓牢都欠缺幫貓隻 檢測遺傳病意識 導致往往發現貓貓患病時 已經錯失了治療的黃金時機 為甚麼我們會有這個構思呢 是因為我們全座人都很喜歡貓 而且我獲得老師的邀請 在暑假期間 去一間獸醫診所做實習 當中有一個波斯貓過來看醫生 但他過來看醫生時 就已經確診了多狼性腎病變 而且是晚期 所以我看到主人那麼傷心的樣子 我就在想我在Ivy學的東西 可不可以幫到這隻貓 所以我們就打算研發 用貓毛來遺傳病的檢測技術 希望可以在貓隻上應用到 為了令整個提取貓毛化驗DNA的技術 更為準確和完整 他們不斷參考國外案例 還反覆實驗近200次 最終成功掌握從貓毛 提取DNA的技術 成功率達到75% 跟傳統由口腔組織 抽取DNA的成功率比較相約 一開始研究的時候 其實是想著從哪方面入手 為甚麼會想到用貓毛 首先在香港方面 現時比較常用的 就是血液和口腔細胞 在血液方面 主人需要帶動物去手醫診所抽血 可能動物會受到鼻針刺痛楚 在口腔細胞方面 主人需要把棉花棒放進動物口 進入口腔細胞 動物可能會掙扎或不舒服 甚至會咬斷棉花棒 吞進肚子 而用毛比較方便 主人比較容易去疏 或拔出一些毛 去化驗所進行檢測 可以得到遺傳病的資訊 那在整個研究過程中 最困難是甚麼地方 我們要上網 跟貓的基因資料庫作分析對比 但很可惜的是 在網上的貓的基因資料庫 裡面的資料並不多 所以我們需要擴大樣本的數量 以致我們可以提升 檢測技術的準確性 利用貓毛檢驗 這種飛入侵性的DNA提取技術 可以在毛痛情況下進行 讓寵物主人 盡早發現貓隻潛在的健康 和發病風險 究竟如何透過貓毛 可以檢測到DNA 我們的團隊 會將化學容量放入貓毛羊本裡面 我們會等幾個小時 細胞爆破之後 我們就將組織放入這部離心機裡面 將蛋白質和等雜質進行一個分離 當我們提取到純潔的DNA之後 我們就會將目標基因進行複製和測序 還有我們就會跟這個基因資料庫裡的DNA 進行一個對比 看看貓隻有沒有患有常見的基因遺傳病等 我記得這群學生是很有熱誠的 他們很想做一些事幫助到草物界 而當他們有這個資料庫時 我教他們怎樣寫這個提案 他們在期間需要找很多學術論文 要搜集很多資料 甚至乎要去問一些獸醫的朋友 當他們真的落手落腳去做的時候 我們也會一直帶著他們來做 但其實整體主導性都是在學生上 這個其實也正正是Ivy的辦學宗旨 就是職業專才教育 學生可以無論在知識層面上 或者技術層面上 都可以獨當一面 在他們興趣上高 實踐他們的夢想 亦都可以幫助他們將來出來就業 他們的研究 在創意成應用計劃2.0中 得到卓越大獎 並且獲發獎金 他們希望運用獎金繼續研究 拿到這個卓越大獎 心情是怎樣 我們非常開心 可以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分享給大家 而且我們非常感謝老師 悉心栽培我們 和學校提供了很多器材給我們 令我們的研究非常順暢地發展下去 接下來你們有甚麼展望 我們的團隊會繼續朝著這方面發展 一方面會跟本地的手衣合作 搜集更多臨床案例 另一方面就是取得更多DNA的序列 可以擴大我們的基因資料 庫作日後的研究之用 希望他們的研究能夠更成熟 更準確地檢測貓隻的遺傳病 可以及早治療 和減低寵物發病後所承受的痛苦 香港人因為壓力大 很多時都會出現情緒問題 但話說回來 情緒這件事不是那麼容易看得出 尤其是學生哥 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 所以同樣都是學生的黎錦濤 和他的同學林家樂 希望利用科技及早發現情緒問題 Marker,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們當初會想到研發獨心神眼 其實當初研發這個系統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開始 都發現到我們身邊的朋友 或同學有不同的形式 因為壓力而形成的情緒問題 這些全部都是推動我們 去到開發這個系統 去幫助老師或社工及早發現 以及幫助學生 你們研發這個系統 當初在哪方面著手 是怎樣想到要用念步的識別方法 其實我們一開始做這個系統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不同的資料搜集 一個人可以看得出他的情感變化 其實就是樣子、語言、語意的變化 以及一些身體語言 唯獨視者的樣子方面 可以無時無刻地捕捉到 獨心神眼系統 先會利用拍攝儀器 錄影授觀察者 之後就會在影片中取出圖片 再運用人工智能念步識別系統 掃描授觀察者的念步表情 再加以分析 系統會分析出哪幾樣數據 其實系統DETROFT會出了七種標程數據 由開心、不開心、憤怒、迷惘 迷惑、或者冷靜等等的情緒 我很想知道被錄影的授觀察者 其實他要進行多久的錄影 或者要錄影多少次 才可以分析到他的情緒是怎樣 其實由受眾者 其實由第一秒步入鏡頭的時候 已經會收集到他的情緒數據 當然,如果他步入鏡頭的時間越長 情緒數據也會越盡 開心 飛箱 生氣 迷惑 嘔心 剛才我在導演的指示下 做了七種表情 在這裡已經記錄了 我看到也很色彩繽紛 每一秒他都會代表 直接嘗試去理解 有沒有測一種表情的元素 可以這樣說 其實是人工智能 或者電腦這樣看 人其實看樣子 如何去分析眉頭眼 其實電腦也一樣 因為人教我電腦學 都是人性化的東西 他就基準去測 人的表情數據 你們研發這個系統 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其實最大的挑戰是處理私隱的問題 這樣解決方法 其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私隱設定 給予不同的人 而最低的一個層 就是透過軟件 在片子上遮蓋人 可以隨時打開 可以隨時收藏 而再上一個層次 就是有片的根源 在處理的途中 就像材柔的樣子 這樣就沒有人可以看得出 那個人的身分是怎樣的 研發智能 讀心神眼的過程中 老師亦都給了不少意見和鼓勵 對於學生來說 他們真的太年輕 他們沒有甚麼經驗 他們不知道哪一種正確 其實我最主要是幫他們 選擇到他們懂得用的科技 還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方向 讓他們做得快一點 更順一點 對於各地的學生計畫來說 除了在學校這個層面 做到一些社福的應用 其實在商業方面 其實也有很多公司接合 就是想將這件事商業化 然後就說 可能放在商場上 放在機場上 讀心神眼系統 不僅為他們奪得 2018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的 學生創新獎優異證書 更榮獲Microsoft主辦的 ImagineHead 2018亞軍 你們兩位都憑著這個發明 得到大獎 當時知道之後的獲獎心情是怎樣 其實也很鼓舞 因為畢竟辛苦了那麼久 得到這個大獎 其實是外界到我們這個項目也肯定 因為真的能幫到人 一樣的感覺,我們一定很開心 因為其實中間也經過了很多技術性難題 解決完之後再成功比賽 這是一個過程 一個成長的過程 也學到很多東西 你們兩位 對於這個系統的未來有甚麼展望 希望將來可以拓展到更多範疇 例如特殊教育 其實我們有拍檔 我們其他Ivy的同學 去做一些特殊教育研究 最後我們希望可以做到一些 商業的用途 例如客人服務 可以看到顧客的表情 希望可以發掘更多面容片 方便的用途 我們在這兒 明天見過 月光 月餐 小月 月光 月光 閉嘴 五月光 vari 茂 六月光 顧著